小故事 講個小故事給大家聽 上個星期有在澳門的爸爸 專門WhatsApp我買了幾樣東西 買了10.2的烈日紅 買了A1i 買了一條PW的No.10耳機線 他不是買給自己用 強調他是一個爸爸 他是買給小朋友生日禮物 然後我就問小朋友收到之後怎樣 他說很開心啊 喜出望外啊 我覺得這個爸爸真的非常孝順 孝順的地方不是說肯花錢 他是了解了他兒子想要什麼 再花錢 其實花錢很簡單很容易 你買東西送給人很容易 但你買對的東西 買到別人喜歡的東西其實是有點難度 那我就覺得這個爸爸很孝順 而同時我又記得 其實 6月是父親節 當然父親節對於我來說 一向的意義不是很大 甚至對大家也不是很大 因為父親一向都是自己照顧自己的 你有幾可真的會顧及父親的感受 我身為一個父親 還有我有一個父親 我就很清楚這件事 當然也有人問我 你有沒有一些父親節禮物推介 在你的shop那裡 是有的 其中就是這一樣 Nakamichi的喇叭連收音機 其實一看它的外形就非常漂亮 一個復古的外形 它的殼還有實木 很漂亮的 木紋 原舊的 不是砌一塊板 木紋很一致順著 很Smooth 只是這塊東西 你能看到它 其實都已經很開心 那藍牙喇叭那樣東西 我就不斷以試試 我現在在開四成左右的聲音 當然是播放Judas的新歌 我現在開最大聲給大家聽 很大聲 見得不會非失去了士氣 如果疲勞 會內在家中有氣 它最大聲都沒有拆聲 其實這個喇叭挺漂亮的 不只是樣子漂亮 藍牙喇叭其實很多人都有 但是有收音機功能 就不一定都有 可能有些爸爸依然會聽收音機 聽馬仔 就是這樣 那我現在教過去收音機那邊 那收音機是有什麼的? 收音機是有天線的 很久沒做過這樣的動作 就是這樣收一些訊號 按一下就會轉了收音機那邊 約做免費頭皮檢測 還送來試引度更高的專業體驗護理 那電話是 59982399 疫情期間 你頭髮的事都是發在生的事 幫人買了廣告 哈哈哈哈 理財基本法 在疫情影響經濟 發在生不關我的事 力推地攤經濟 即是擺街邊做小販 地攤經濟 除了獲得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應用 試了收音機功能 你看到除了外形很復古之外 其實它真的加上天線出來 好像一部以前的三機 即使以一個普通的藍牙喇叭來講 它的音質和造型 我都給予很高分 現在再加上一部收音機 雖然我不聽了 但如果你是會忠不忠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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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找到一個舊的收音機 你看看結構等等 真的差不多 所以這個Nakamichi的復古藍牙收音機 其實都做得幾次 配慨igt開啟 2 1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